5點半的時候啊 中華鐵路平家道的廣播系統 就一直廣播被吵醒 然後走出我們大樓 走到平潮道 當時廣播系統人在廣播 然後警察也來協助交通指揮 一直持續廣播了大概二十幾分鐘 也並沒有火車經過 也沒有車輛停在上面 它應該是故障啦 不過這個故障的問題經常發生 那經本段查證 當時有一輛軌道的工程維修車 然後它在建國路跟中華路平家道之間 暫停 然後剛好感應到中華路平家道的起重點 造成那個中華路平家道的告警 狀況會通知給廠商 那再對這個系統做一個優化 那另外的話我們本段的監控台的話 如果有民眾侵入的話會有告警應 這時候我們監控台的人員會去處處看 當時的畫面是真正的有義務 停留在比較大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的監控台員會幫他做一個結束的工作